而随着新冠状病毒疫情的延烧 导致民众容易产生恐惧焦虑的心情 华林县卫生局为了稳定民众防疫的信心 特别全面提供拨打免付费的心理咨询安心专线 启动心理健康的作为 并且协助转介就诊来打造安心抗疫的环境 防疫期间民众都会透过媒体及网络社群等管道 获得大量的新闻讯息 有些人可能会产生害怕、恐慌及焦虑的情绪 因此华林县卫生局就整合全县心理健康资源 成立防疫心理后援团队 提供民众咨询智商的协助 那根据我们统计108年的话 咨询跟智商我们的服务人次是500人次 大部分的困扰都还是在情绪或是说家庭相处上 那其次当然也会有一些有医疗需求的一些困扰 会来跟我们求助 那这样的咨询跟智商的时间 跟整个对话的过程都是非常保密 而且会重视大家的隐私 所以其实大家乡亲都不用担心 那除了在花莲市主要的居民比较多 我们都会设点在我们的健康管理中心 那13乡镇的话 因为有些民众如果要到花莲市来的话 会比较不方便 所以我们在13个乡镇市也都设有每一个咨询 智商的点 如果是我们花莲县的乡亲 有一些情绪上的困扰 需要我们去做专业协助的话 那可以打我们的专线8351885 或是说拨打我们的1925 这是全国的安心专线 依旧爱我也可以 此外花莲县卫生局也针对各大贩售防疫物资的据点 提供民众进行心情温度计检测 并给予必要的关怀与协助 至今已经发现有6位民众出现情绪困扰 花莲县卫生局提醒乡亲 防疫期间弱势心理过度不安 也会影响身体健康 降低免疫力 因此要做好心理调试 也是必要的防疫措施 记者许立琴 花莲室报导